Hello,大家好,Reiwan desu 在昨天7月8号,国际版的七周年爽卡池也正式开幕啦 然后有抽到这两位超市爽人跟红神爽人的朋友 就非常非常的恭喜啦 那么在这之中,其实我也是有发现到 蛮多人在询问着 七周年的两位主角到底该怎么组对才好 或者是怎么组起来才会强 那对于这个问题来说 其实大部分的老玩家基本上都不会有这个困扰啦 因为组队其实就是要一个概念罢了 要怎么个组才会强 其实没有所谓的最强队伍啦 在我们的这个爆裂基战的游戏内啦 每一次出战场 其实我们都是会按照关卡所需求 来决定到底要派什么角色上场 除非是说以比较玩乐的方式来打关卡 而不以破高难度关卡为主的话 那么我上午所推出的那部影片 七周年的那个嘛 最棒的七周年 那部影片的那个打法的话 其实就还蛮通用的 也相当的强而有力啦 输出的威力 跟组队的那个 相信都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说娱乐场来打啦 然后如果是想要打到比较高的关卡 那么就看各自关卡 它是什么属性的敌人 它有什么克制效果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不过我相信 刚刚或者说 会玩 会问这个问题的朋友 应该都是 比较偏心手 或者是 没什么在玩的朋友啦 可能每次就有登录 并且就是领龙丝之类 时间又比较忙的情况下啦 那么这边的话 可能就稍微给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么个组法好 那首先 上五的这一个队伍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就非常的简单 在连接方面 也做到还蛮不错 然后也相当的有威力 这种类似队伍 是我个人还比较喜欢的 用来打 激斗美极大转 或者GT悟空转 因为我们的主战角色都非常的强力 所以我就很喜欢 四位主攻手 配上三位普助啦 这个就是一个逻辑给大家 或者概念给大家知道啦 想要弄得我们的主角会强 然后会想问这个问题的朋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 想要以我们的两位 七中年为主来组队啦 那么这边首先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这张卡 你要用它带队 当然我们第一个点 要了解就是它的队长技啦 比如说 红神双人 它是超越超级赛尔人的力量 以及剧场版Hero 那么这两个类别的 那个成员 我们都可以安放进队伍内啦 虽然说可能 有些是没办法吃到 那个 extra 30% 队长技的鬼牌气功类别 不过这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算是只有 170% 队长技的队员 有些还是非常的猛的啦 嗯 这个是完全不影响大家的游戏体验的 再来嘛 除了队长技之外 这一张角色 因为要以这张为主攻 那么它的连接相信就非常重要啦 然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气力连接啦 我们必须要有让它气力 我们才可以很好的开到必杀嘛 相信大家也是知道 那么另外的朋友讲说一个东西啦 就是这个影片对老手应该是没有什么作用啦 大家就将就将就一下 就是给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看看一下 OK 比如说灵战太四这一点就是气力加二 那么刚才说到连接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啦 其中这是攻略网出来的图啦 25张跟这一位红神双人 连接相信比较好的角色 可以用来跟这张做搭配 可是有些在气力连接方面不是太好 只不过它选出来都是 可以连到同样连接比较多的角色罢了 有些就已经可能比较过时的角色啊 或者就是还没极限在上来 这边就不能把它们给组在一起啦 所以这个选角色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啦 然后其中就是左上角第一位的那一位 蓝神双人 也就是他们的变身之后 主动计变身之后的形态 跟他可以做到的连接是七条连接啦 就是我上午的那一部影片 大家可以看得到后尾的时候 我就是让其中一位角色变成成蓝神 然后让他们两张连起来 然后威力也非常的十足啦 这是其中一个可以玩的点喔 剩下的话都是OK 只要可以连到气力连接的角色啦 大家就从这边可以参考一下 嗯 那么这个的话是处置工业网站嘛 刚才有说到 之后我会把那个工业网站的丸子 贴在评论器上 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 检索一下自己所想要的队伍啊 或什么 然后这个网站应该算是比较新 所以它的加载速度有点慢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 OK 这边就是我们的红神 红神双人这边嘛 那么 超市双人这边的话 它的主队长技就是 融合或合体杖势 以及GT hero啦 这两个类别 大家就要知道啦 嗯 它的对眼都是从这边来挑 然后连接方面的话 这一张的话 嗯 超市双人其实它的连接会比起 红神双人来说 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的加载连接 其中一个是精益的速度 就是这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是GT GT的话其实是很通用来用啦 就是在GT的队伍内 可是非GT的角色啊 那么就基本不会有这一条连接 会比较可能让大家觉得麻烦一些些啦 同样的 大家可以参照这张图啦 哎 同样是处置工业网 然后跟它连接相信比较好的 25张角色 然后大家也可以从里面来挑一挑 自己所需要的角色 然后来跟我们的这个 超市双人来做搭配啦 这边的话 首先就是大家了解的就是 组队要让角色强 就是队长技要吃到正确 然后 连接相信要好 像这边这个图内 变身后的超市狗基达 跟超市双人连接当然是最好的 就跟刚才红森是同样的对比 然后再来就是GT片的其他角色 因为他们GT内有很多同用连接 这边的话 只要队伍内有GT角色 把它们组进来其实也是很好用 OK这边的话到这边为止就是 让大家了解一下 一张角色我们要怎么让它做得强 首先就是队长技一定要吃住 然后再来就是连接要非常的OK 就是连接相信啦 可以连到越多连接那么就越好 然后当然跟他做连接的角色也不能弱啦 因为要是太弱的话 就算你的这一张超市少人扛得住 你的队友扛不住也不是太好一想 那么就非常简单 只想要爽快的来玩游戏的话 那么组类是我这样子的队伍 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啦 像这个四个打手包括好友 再加上三名普助是我个人很推荐的 因为普助角色当然也是要挑一些比较强力的啦 至于普助角色怎么挑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筛选自己的队长技 比如说这个再加上这个剧场版T-Raw 筛选完之后在效果这边我们也在筛选被动 然后类别强化全体强化或属性强化 大家可以从这边直接筛选出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 这个的话对于新手或者比较少玩游戏的朋友 可能就要活用这一方面啦 因为大家对角色人能力可能不太那么熟悉 那么这边的话我就稍微看一下 看底下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抽到 或者说只抽到两边的其中一个队长技 没办法把两张都一起组进来的话 如果是要组各自的队伍的话 比如说这一个红神双人队伍 可能我就大致上啦 大致上的组一组啦 不会到非常强 可是用来过一般的关卡都可以 可是要过超难关的话 可能会蛮难的 因为主要就是没办法 因为大家所需要的卡会需要比较丰富一些 我不确定大家各自有什么卡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打布罗利的关卡 那么需要有比较硬的角色啊 需要比较耐打 然后也要合理的安排输出角色之类的 这边的话我就是给大家知道这个概念这样子 然后后续的组队因为目前也还没出来嘛 然后这边的话可能比较多的话去做超功课 这条件就是各大攻略网 或者我个人其实以前也是有拍过一些 关于Rezozone后续关卡的影片 大家也是可以去找来看看 然后关于这个组队方面的话 这边比如说 我想要让这个做队长然后自己没有的话 可能给我个人的话啦 我会组个类似这样子蛮爽的队伍来说的话 像这个样子因为它都会极限进去 然后再找一位 U奥卡其实也不烂 U奥卡其实也不烂 像这样子的队伍组起来啦 有些超难关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拿来通的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普助角色给它塞进去的 可是这边的话好像比较难一点 排骨饭啊排骨饭我个人会把它放进去 主要就是它的能力上的这个主动剂啦 Targeto Teki Itai no Kongi Tanuok 就是说一回鬼闻的效果啦 反正我的指纹就是烂啦 哈哈 我没办法完整的练完这一段 真的是实在是有够高效的 每次念都一定会卡 然后像这一张的话后续会极限这个角色 对抗像激斗北基丹或者热斗悟空传啊 或者就是打布罗利啊 剧场版BOSS的角色啊 其实它的抗伤性就非常多 而且跟我们的红神双人连接也不错 再来重点就是它的其中一条能力啦 对红神双人非常重要 就是必定转一个种类的属性猪去红属 红猪 那么这个的话就会让我们的红神双人的能力更加提升啊 因为每次到一个红猪 它的会心发动力就会提升7% 次越多它的会心发动的可能性就越高 像这一张其实会带着它 一半是因为它本身能力不错 再来就是因为它可以转红猪 再加上融合它融合之后必定转红猪 所以然后它的连接跟我们的红神双人相信也不错 所以就这个样子组出来其实是相对来说 可以过各种各样的关卡 然后其中这一张跟这一张可能是可以换掉的 然后这一张超市悟空在这边也算是还蛮好用 因为超市悟空的连接其实是还蛮好用的 在各方面来说 那么超市狗鸡大超市双人这一边的话啦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组出最除的合体八八队 全部都合体这样子 可能就打一个L奥下去 你就把所有的合体都放进去 那么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队伍 可是超市双人很难自己做打手 因为这一边的角色跟它的连接相信没有那么好 所以其实以其这样子组的话 我个人更建议大家直接组在一个GT Hero队 所以在GT Hero队内这一张 这一张超市双人的发挥性啊 其实才是最大的 因为各种角色跟它的连接相信都非常的好 这个大家都是自己会玩久了都会了解的啦 就给大家一个组队概念 有这方面组队问题的朋友 就大概给大家了解一下到底要怎么组 像这样子组出来的超市队伍 是还蛮强力的 要威力有威力 要防御力有防御力 如果不爽后面三张 我们就把它换成普助卡 也是可以玩 像这样子 这个样子 因为这一个的话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GT Hero的普助 虽然说不多 但是也是有攻防20% 它本身的能力也不弱 也不弱 那么如果后续还想要再补多一张的话 其实任意的卡都OK 因为它除了就是GT Hero之外 还是可以组我们的这个融合或合体战士 融合或合体战士这边 我个人很推的一张普助卡 就是这一位啦 极限的Begito 上次它的攻防普助 再配上它自己的能力也不错 虽然说在这个队伍内 可能连接什么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作为普助角色 用来打一般的关卡 其实都很足够啦 至于要打高难度关卡 刚才就说过了 需要按照队伍来做配置 没有一队打天下的 这个是很重点 想要让大家都有这方面的观念在那边啦 慢慢打 多打几次 其实就会熟了的 加油啦 队友抽到超市 但是双人或者就是红神双人的朋友 然后又有组队问题的朋友 希望这一次是这部影片可以帮到你一点点 让你更了解我们组队要怎么组 甚至组出比较好用又好强的队伍 加油 然后慢慢的玩下去 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待在这个游戏内 非常好玩 切红薯吧 又帅 这个是非常值得你去投入的游戏啦 当然不要耽误自己现实生活的一些时间啦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好 那么 拜拜